7月13日晚,广西纪检监察网通报了八起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时事典型事例 其中包括贵港市贵平市推动解决校园空调装而不用问题 通报称,一些家长反映贵平市部分学校空调装而不用 下级教室,宿舍如同蒸笼,影响孩子的学习和生活 经了解,此前贵平市有26所学校与第三方公司商议 由第三方公司独立出资4013.43万元 在学校教室,学生宿舍安装空调共6434台 通过向学生收取租赁费、电费的形式分期偿还费用 之后,根据有关政策要求 贵平市第三方公司不能再向学生收取空调租赁费、电费 因此,第三方公司停用这批空调、学生、家长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 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贵平市纪委监委将此问题列入推进集中整治履职清单之一 督促教育、财政等知能部门严格按照政策要求 在不向学生收取费用的前提下 指导相关学校使用雇用经费分年度 分批次回购并支付空调电费 解决了空调装而不用的问题 目前,26所学校的空调已重新使用 收益学生约6.5万米